啊啊 杜晴你放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一定会帮你的 不好意思啊若云 麻烦你跑一趟 我送你吧 没事 我车就停在下面了 不用麻烦你了 拜拜 来 就算刚才打给杜晴的电话没通 徐焕成下巴来接我 肯定也会发现我失踪了吧 也是奇怪 这种容易让人慌乱的时刻 我居然无比肯定 和我互不顺眼的徐焕成 会设法来救我 我丈夫是智和集团的总裁徐焕成 我跟顾宇之间 只不过是迫于长辈的压力而定的婚约 这就是你说的 顾宇最喜欢的女人 老婆 什么 叶沫依 怎么是你 崔小姐 冒昧把你请来 是咱们的夜的明星 说你是顾宇的未婚妻 我丈夫是智和集团的总裁徐焕成 我跟顾宇之间 只不过是迫于长辈的压力而定的婚约 顾宇 顾宇她逃了我的婚 况且我跟这个女人 本身也是有仇的 七小姐 你的事情 我没有调查过 但是这位夜大明星 说你才是顾宇 最爱的女人 我怕她是抓错人的 顾宇为了她投资电影 买了天价的项链 甚至怕她在娱乐圈被人欺负 不惜花重金去保护她 上个月 还为了她在婚礼上逃婚 你觉得这样 顾宇喜欢的是我吗 七小姐 你的故事我也有所 但是 听你这个当事人讲的 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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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被绑架件事你应该知道的 不然我来找你干嘛 徐总在看什么 我再看两个废话 你 铁瓷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我们已经查出了绑匪的身份 是谁 是 是 是 我的筹奖 不可是顾总啊 趁势干不成 他们结仇地 你 你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绑匪相信 我们愿意跟她交换人质 优先保证人质的安全 懂了吗 行 我去婚 哥 你有什么事好好说 能帮的我尽量帮 帮 帮 大哥 这仓库怎么这么热啊 大哥 你看你头上都流汗了 按理说这仓库是南边的 应该更凉快才对啊 大哥 这仓库没风扇吗 南边的 通风不好的仓库 子弹 你去查一下尘埃的仓属去 明白 我知道 走 知道我为什么抓他 哥 你有什么事好好说 能帮的我尽量帮 帮 你打算怎么帮 你能帮我 死去的女儿妻子回生吗 什么女儿 我要让顾瑜也尝一尝 失去最在乎人的痛苦 七小姐 我知道 你跟顾瑜也有仇 三天前吧 顾瑜答应力捧我的女儿 可她直接抓住 发好的通告一个接一个的取消 我女儿 被世人嘲笑没有能力 她顾瑜倒是心口开了 根本不顾及一个艺人的发展和未来 我女儿 她受不了负面舆论 选择的自杀 这就是顾瑜的错 我要让顾瑜也尝一尝 失去最在乎人的痛苦 七小姐 我女儿 你跟顾瑜也有仇 放心 我会放你走的 但是 她能不能找到你 我肯定了 有没有听到你的暗示 我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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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自食恶狂 你是不是很得意 看我自食恶狂 你是不是很得意 看我自食恶狂 我也被绑着 我得意什么 自从你来了几下 我的生活就变得烟糊涂 叶梦依 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总觉得别人应该把你捧着让着 但你有没有想过 情侣根本没那么重要 所以 你其实早就知道 郭总 你可以选一个 换他走 对 我知道 故意没出轨 但是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我也不想要这个男人了 却有你 还把他捧着当个宝 怎么还要其他人 你莫名其妙绑架了我的妻子 我总不能让别人来救吧 郭总 你可以选一个 换他走 阿宇哥救我 我表现是不会有事的 郭总 麻烦你自己走过来 你怎么还要其他人 阿宇哥救我 我表现是不会有事的 好你个叶蒙依 我就不该把交代从你嘴上撕掉 我选 他 地上有绳子 把他捆好了 让他自己来 叶小姐 看来顾总好像更在乎你 不过你对你的表姐 挺好的 可真无数 人渣和人渣 才是天生一对啊 辛苦的 我在手法上给你留了火候 你自己把我机会 哎丁哥大哥 刚好 郭总 麻烦你自己走过来 啊 阿玉哥走 七小姐 你可以走了 我解开呀 秦若玉你居然敢打我 你拿我当挡电牌 唆使人去绑架我 叶蒙依 这一巴掌算是轻的 七小姐 咱们两清了 你可以走了 走吧 云 等一下 我手机还在那儿 里面有重要文件 我需要拿一下 就你这点小本事 跟歹徒去格斗 怎么想的 事真多 在凳子上自己拿 别过 自己去 就你这点小本事 跟歹徒去格斗 怎么想的 这不是还有你的吗 你放心 如果是你 我也会这么做 还算你这女人有点良心 如果换做任何一个人 我也会这么做 如果你想要报答我的话 那就请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谢谢大家